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主演电视剧追风者 CCTV8热播中 登顶3月26日全网收视榜 截至当前已连续5天成为全网收视榜冠军 好剧,绝对值得追 魏若来背上大型 折磨得死去活来之后 应该匹吉泰来吧 今晚追风者继续追 王一博追风者受刑戏太逼真 观众质疑演员被打 王一博央视品质大剧追风者正在火爆播出中 26日更新的剧情里有一段 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被酷刑折磨的戏 这段戏的表演太过于真实 以至于很多观众在社交媒体评论 怀疑王一博在片场是不是真被暴打了 这段戏也让很多对王一博抱有偏见的观众转变了对他的看法 事实上 这段受刑戏是在上海的冬天 一个下雪天拍摄的 剧中折磨魏若来的演员 在直播里透露了当时拍摄的时候 气温很低 其他工作人员都穿着保暖大衣 王一博是穿得最少的 而且这场戏拍了整整一天 追风者剧方也放出了这段戏的拍摄花絮 确实是演得哈 没人敢在剧组虐待顶级明星王一博的 王一博另一个名场面 七宝街醉酒 也真实的一度让观众以为他是真的喝醉了 才能演得那么唯妙唯笑 这也是王一博表演的功力 追风者剧方同样放出了花絮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去搜一搜 追风者导演姚晓峰和承尔导演一样 会演独具 据导演的采访 第一次接触王一博的时候 是在2022年 那时候王一博也才24岁 一见面就定下了王一博主演魏若来 在导演演里 王一博是安静 干净 羞涩的小男孩 承尔导演挑中王一博 领嫌主演吴明更加戏剧化 仅凭一张王一博闭眼休息的素颜照片 这两位导演可真有眼光啊 26号更新的剧情 还有一段让人大呼过瘾 就是大嫂和太太团打排那段戏 谭幕一片大嫂霸气 追风者这部剧全员演技在线 不但主角出彩 配角的戏份也很有看透 高品质的电视剧是这样的 没有一处拉胯 就连背景音乐都配得恰到好处 追风者第14集结尾处的背景音乐一出 配合魏若来和沈诗的剧情 立马就达到了催人泪下的效果 更让人吃惊的是 前14集已经高潮叠起了 编剧却说前期铺电影结束 更精彩高能的剧情即将到来 原来 对整部剧来说 这么精彩的剧情居然还只是前菜 感叹号 期待追风者27号的更新 金融乃恶未若来经此一劫 成功蜕变 金融巨恶未若来马上就要涅盘重生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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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тер 点赞 点赞按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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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注意 叫急后够子不需要